然后开机我们进去 然后先进到手动页 主机手动 我们先测试一下功能是否正常 然后它这分为三排 分为四排 然后第一排是皮带部分 第一排是皮带部分 然后我们打开第一排的第一个 然后是手动运行 就是点动的意思 我们按一下 按住才会走 对 就按住才会走 然后第一排第二个是启动的意思 然后按一下它就会一直走 就是皮带的部分 然后停止 然后第二排 第二排是中锋的部分 就是包膜的部分 我们打开包膜 然后手动一下 对 主动转 然后脱皮带 毛刷 然后还有出料 入料出料 对 这是点动 然后我们第二排的第二个 就是启动的意思 按一下它就会一直走 然后停止 然后第三排就是到刀锋的部分 刀锋的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 横峰伺服正转 对 然后测试一下 按住 对它运转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 看到会不会转到 比如说像插角之类的东西 会不会转到东西 对它正常的话 然后我们再进行反转 第三个是反转 然后也检查一下 会不会转到东西 好 正常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注意的话 这个是可以同时打开的 对 比如说像现在我都开 然后按启动 它是所有都会转 对 所以说走膜的话 我们就打开包膜伺服 点动或者启动 对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 它就不会都启动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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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